第1309集 银湖在哪里 安璐席道 广播大厅那里 那里还有一些同事被他们制住 是当做人质的 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李永问 说来话长 我现在联系行动负责人 看下一步的行动 安璐席道 你们有多少人 大概二十多人 我们都很好 没有受伤 完全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面具人 是国外的某个雇佣兵组织的 看来银湖是没有打算 动自己的人 跟他一起来的是雇佣兵 还有一些被他蛊惑的同事 好 大家准备一下 我现在请示 安息路向灵霄请示去了 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潜伏在天台附近 另外一部分人打算去救人 另外特勤局的另外一个分队 以及大批的警方 已经赶到了现场 这次的事情不宜闹大 最好是银湖能投降 灵霄道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安排 安息路点点头 我师兄来了 现在外面的部队已经就位了 灵霄道 说真的 我不对你的师兄抱有什么特殊的希望 叶好轩微微的压压头 他来这里 只会让事情进一步的恶化 会让这里的情况更加糟糕罢了 你对我师兄这么没有信心吗 灵霄白了叶好轩一眼 不是对他没有信心 我只是觉得 他没有安好心罢了 别老用这种眼光看人 我义父的事情 现在还不能完全下定论 很快就能下定论了 叶好轩微微的一笑 队长 已经接通了 你现在可以直接和银湖直接对话 在大厦对面的一个制高点 灵霄在天台 拿着望远镜 看着对方 一名特勤队员拿过来了一个平板 平板上显示着银湖的头像 灵霄挥挥手 那名队员转身离开 偌大的天台上 现在只有灵霄一个人站在那里 华夏天宫 号称这个世界上最神秘 力量最强大的一个队伍 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 银湖呵呵地笑道 你很快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最强大的了 灵霄笑了笑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有个交易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没有兴趣 跟你进行任何的交易 现在是三点五十分 再跟你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 帮了所有人 然后交出你手中的病原体 灵霄说道 灵霄 你是没有弄清楚情况吧 银湖哈哈大笑 现在 好像是我占了上风啊 你这个命令 是下给谁的呢 我这个命令 就是下给你的 灵霄 灵霄冷笑了一声 别再跟我扯什么交易 你这种人 没有资格和我谈什么 嗯 你这是逼我把上面那玩意儿放下去吧 哈哈哈哈 我不妨告诉你 如果这玩意儿 我一旦放下去 月城将会成为一个死城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银湖冷笑道 谁告诉你 我一定要负这个责任了 哼 灵霄冷笑一声道 这次的行动总指挥 貌似不是我 是我的那个傻师妹 就算是你把城都涂了 责任也划不到我的身上去 哈哈哈哈 原来你师妹是你的替死鬼呀 你这样急我 就是想让我把这个玩意儿给丢出去吧 银湖一愣 你到底是安得什么心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灵湛微微地一笑 哈哈哈哈 原来华夏天宫的内部 也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太平啊 哈哈哈哈 银湖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意思 哈哈哈哈 真的是有意思呀 但是你不怕你的事情 会泄露出去吗 你死了 有人会做替死鬼 这件事情 怎么也不会泄露出去的 谢谢你 能为我这么担心 能为我这么着想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真的不用担心我 哈哈哈哈 半个小时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灵湛冷笑了一声 他直接切断了 与银湖之间的联系 然后他拿起了对讲击刀 第一小队请注意 攻击在十分钟后发起 哎呀 那家伙 看来是有其他的小心思呀 切断了联系之后 银湖自言自语地说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他的情况 是比我还要迫切的 想把这些病毒 给扩散出去啊 老板 这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吗 一名黑袍人问道 哈哈哈哈 是啊 这个正是我们的目的 但是我这个人 不喜欢被别人利用 银湖呵呵地笑道 我要弄清楚 那孙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贬系上我师兄了 灵霄微微地一息 他拿起对讲机 叫道 师兄 师兄 你能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 对讲机里的灵斩 声音微微地有些差异 但随即他的声音 便恢复了正常 他淡淡地说 师妹 你现在还好吗 我还好 我和一浩轩在一起 师兄你不用担心我 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灵霄着急地问道 外面的情况 都在掌握之中 这点你不用担心 灵斩沉声道 里面呢 里面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正在努力地 向顶楼靠拢 我们的人 已经解救了一些人 现在他们正向顶楼出进攻 病原体在顶楼 灵霄道 那好 师妹 你们做好准备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将会进行强攻 灵斩道 强攻 灵霄一下子愣住了 很明显 眼下的情况 是不适合强攻的 因为放在顶楼的那个病原体 还没有解决呢 一旦病原体泄露 现场的情况恐怕会混乱不堪 而且谁也不保证 那些玩意儿会不会泄露出去 他要强攻 叶浩轩也是吃了一惊 随即他冷笑了一声道 这就是你所谓的援军 这就是你所谓的师兄 我早说过他有问题 可是你偏偏就是不相信 现在你相信了吧 不 师兄一定没有问题的 他一定没有问题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灵霄沉声道 也只有你这样的傻子 直到现在才会相信他吧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地掌控局势 至少在半空中悬挂着那些病原体 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 他现在下令强攻 就是自己营狐引爆病原体 到时候整个城市都弥漫着这种东西 而且前不久的流感 有一大部分人的身上还携带有载体 他这样做是想毁了整个城市的 他 他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也说不定 灵霄低下头 他有些不确定地说 你这个人哪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叶浩轩笑了 他一边摇头一边说 这里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如果你想冒这个险 行 我不阻拦你 你可以随便 灵霄沉默了 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个时候 楼下突然一阵火光冲天而起 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隐约间还听到了无数人的哀嚎 与呐喊声 两人吃了一惊 他们连忙地扶到了窗口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 只见一楼有辆装甲车弥漫在火光之中 很显然强攻已经开始了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在大楼附近布下的光雷 第一波攻击以失败告终 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叶浩轩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叶子昂的电话 走 叶浩轩道 哥 你在哪里 叶子昂又惊又心 我在楼上呢 你呢 你现在有没有跟着部队 叶浩轩问道 我在这里 我是作为预备队的 哥 你有什么吩咐吗 叶子昂道 带上你的亲戚 现在马上赶到大楼对面的顶层 把那里的那个人给我制住 那是灵战吗 叶子昂吃了一惊倒 哥 他可是天宫的人 我知道 这个人有问题 如果让他指挥 再次强攻的话 恐怕盈狐会直接释放病原体 到时候 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先把他给我抓了 我现在向总部请示 马上换下了他 好 我马上上去 叶子昂一点头 他挂断了电话 虽然抓天宫的人 这是犯大惊 但是出于对叶浩轩的信任 叶子昂还是带着人冲了上去 舒夕 这边的事情你知道吧 叶浩轩拨通了陈若曦的电话 知道 我和龙伯在一边 看着现场的微星直播呢 怎么了 陈若曦的 灵战有问题 我让叶子昂把他拿下 现在马上换一个可靠的人指挥 记住 不要轻与妄动 现在 陈若曦也是吃了一惊 我尽量吧 特勤局在那边的分局 有可靠的人 而且他也在现场 我马上让龙伯下指令 把他给换上去 好 回头给你电话 你小心 陈若曦有些不放心地说 没事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吗 这种场面对于我来说 只能是小场面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他挂断了电话 姚轩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 自始至终 灵霄一直在一边听着 现在他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一切后果 由我承担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现在 我们去找银湖去 能谈子谈 不能谈的话 我们就直接撕破脸 没有必要跟那些人藏着掖着 叶医生 我是林天 刚得到总局的命令 现场暂时有我指挥 请指示 叶浩轩的耳机里面 响起了一个声音 安兵不动 所有人撤回 只需要把这个地方包围起来就行了 叶浩轩吩咐道 好 我知道了 林天切断了联系 迅速地下了撤退的命令 叶子昂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一边被控制的灵战冷冷地说 哼 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 叶子昂冷笑了一声道 你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这里的情况 就妄想命令 你知道你的第一波攻击 我们损失了多少吗 我哥说你有问题 我看你果然有问题 你根本就不是来解决事情的 你是来添乱的 你们叶家的人 真的是家大叶大呀 一声令下 就能让我林正换帅 我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了 叶子昂 你不要以为你们叶家可以一手遮天 林战冷笑道 有一点你没有弄清楚 叶子昂摇摇头 那就是 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这个国家效忠 但是你不一样 你只是听私人的命令做事 你得好好地关心下你自己吧 带走 叶子昂一挥手 几名士兵上前把林战 给绑的是结结实实的 然后带了下去 林队长 这里就拜托你了 叶子昂拱拱手道 放心吧 交给我吧 林天巍巍地点点头 我父亲早些年 受过叶老太爷的恩惠 所以请放心吧 那好 我下去了 有什么事情的话 直接叫我就是 叶子昂笑了笑 好 林天点头 砰砰 树道人影倒飞出去 大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叶浩轩和灵霄走了进来 在刚刚踏进门的一瞬间 叶浩轩的身形一闪 那几名制着人质的面具男 便倒在了地上 来得挺快的呀 距离我们约定的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呢 银湖站了起来 他转身 呵呵一笑道 所以 这一次你输了 你既然输了 就应该遵守你的承诺吧 叶浩轩微微一笑 愿赌服输啊 是的 愿赌服输 银湖微微地点点头道 不过 我这次的任务 是必须成功的 怎么办 这真的让我很为难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想反悔了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不错 我是想反悔了 银湖一点头 他笑道 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这一步 你不会真的认为 我会因为和你的这个赌局 而把我努力这么久以来的事业 给放下吧 不会 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你是在骗我 叶浩轩微微一笑 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和我的赌约呢 银湖问道 因为当时我别无选择 叶浩轩双手一弹倒 所以 我只能将计就计 跟你慢慢地问 不过 说真的银湖 你这个人的质谋 真的一般 如果不是你这一身神秘莫测的能力的话 我想 你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 可是上天偏偏就给了我这么一身能力 让我 能对上你们的时候 还游刃有余 而且 我能从医生的手里逃脱出来一次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该感觉到幸运呢 我保证 你只能逃得了一次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道 那可未必 因为主动权 还在我的手里 哈哈哈哈 银湖微微一笑 他突然一动 身体瞬间化作了一道旋风 他以极快的速度 冲了出去 他想逃跑 灵霄大叫 跑不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一步踏出 身形也瞬间化作了一道闪电 等他这一步落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顶楼上 顶楼现在空无一人 但是 在那个信号塔的最顶端 那个透明的容器还在哪里 天气有些阴沉 而且天空中亮得吓人 尤其是今天 预报有台风雷雨 隐约的雷鸣声 让这里的场景 显得有点像是 世界末日一般的荒凉 你能这么快地就跟上来 银湖微微有些 哑然地看着叶浩轩道 你果然不简单 这跟上你 这有什么难的 叶浩轩笑了笑 锁定了你的身形 我就能如影随形地跟着你 但是上一次你让我逃了 你是故意的 不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上一次 我确实是不小心 不过同样的计量 在我跟前用过一次就够了 你用第二次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免疫力 也就是说 我在不断地学习中 所以 第二次你逃的时候 我能锁定你的身形 你逃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技能啊 银湖微微一笑 他点点头 如果你加入我们万象门 我想 你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你的这个能力 和我们万象门的宗旨很像 我们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it up 感谢观看